共渡時間 因應嚴峻的經濟環境 我們會採取擴張性的財政姿態 善用財政儲備推出逆周期趣思 以撐企業保就業振經濟舒民群為目標 幫助香港渡過難關 香港經濟去年下半年已經出現負增長 我亦都自去年8月 公佈了四輪支援企業和個人的措施 共涉及超過300億元 踏入今年一月 香港遇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威脅 經濟受到進一步打擊 我們必須果斷應對 政府早前公佈成立 總額300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 推出24項措施 增強防疫抗疫的能力 並且向企業和市民提供援助 為了進一步舒緩大家的壓力 我會推出以下措施 以撐企業保就業 企業方面新的措施包括 一、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之下 推出由政府作出百分百擔保的 特為低息貸款 申請期六個月 貸款額是合資格申請企業 六個月的薪酬和租金開支 以二百萬港元為上限 還款期可以長達三年 亦都可以選擇在頭六個月 只是還息不還本 政府會為此提供最多二百億元的信貸擔保 第二、寬減二零一九二零課稅年度百分之百利得稅 上限是兩萬元 全港十四萬一千名納稅人受惠 有關扣減會在二零一九二零年的最終應繳稅款反映 政府收入將會減少二十億元 第三、寬免二零二零二一年度非住宅物業的差響 頭兩季每戶每季五千元是上限 其後兩季則以每戶每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 估計涉及 估計會為及四十二萬個非住宅物業 政府收入將減少三十二億元 第四、寬免二零二零二一年度的商業登記 一百五十萬名業務經營者會受惠 政府收入將會減少三十億元 第五、公司註冊署將會全面寬免公司的周年新報表的登記費 預期登記的例外 為期兩年 有關措施將會為及約一百四十萬間公司 相關的收入會合共減少二億一千二百萬元 主席、此外我會延續以下的紓困措施 補貼合資格的非住宅電力用戶額外四個月 每月百分之七十五的電費開支 每戶每月補貼上限五千元 政府開支大約二十九億元 第二、減免非住宅用戶額外四個月 百分之七十五的鷹繳水費和排污費 每戶每月減免客上限分別是兩萬元和一萬二千五百元 政府收入將會減少三億四千萬元 第三、向本地回收企業提供新一輪為期六個月的租金資助 政府開支約是一億元 第四、向政府物業、土地和環保員等的合資格租戶 提供額外六個月百分之五十的租金或者費用寬免 政府收入將會減少五億七千三百萬元 第五、向短期地契條款豁免書的合資格持有人 提供額外六個月百分之五十的費用寬免 政府收入將會減少二億六千五百萬元 第六、向康樂及文化事務處核下的民喻中心設施的租用者 額外提供六個月百分之五十的基本場租寬減 政府收入將會減少二千三百萬元 第七、向郵輪公司和現有碼頭商戶提供額外六個月的收費和租金減免 預計政府收入將會減少一千八百萬元 以上的措施合共約一百八十三億元 我希望這些措施不但能夠撐企業 同時亦有助保住三百萬打工仔的飯碗 我呼籲各個僱主及僱員共渡時間